花蓮縣獨金協會第五六屆新卸任李堅市交接典禮 日前在藍天麗石飯店舉行 現場貴賓雲集紛紛給予祝賀 並且見證了卸任理事長陳文青 交棒給新任理事長簡文青的畫面 非常的隆重 日暮客朝新 野況天低速 江青月盡人 花蓮縣獨金協會第五六屆新卸任李堅市交接典禮 日前在藍天麗石飯店舉行 現場貴賓雲集紛紛給予祝福 並見證了卸任理事長陳文青 交棒給新任理事長簡文青 場面簡單隆重 交棒感謝縣長 他一路來呢 對我們讀金協會辦得這麼大型 發揮了所有的一切金位 就四個字 前額補助 所以我們每一次推展讀金 在發揮的這個費用當中 都是由縣政府來做支援 那加上我們的顧問團 能夠給我們家的支柱 讓我們協會能夠繼續的向前邁進 也能夠讓讀金協會更加蛻變的 讓讀金加得更好 讓孩子喜歡讀金 快樂讀金 大量讀金 老實讀金 典禮中讀金協會新任理事長簡文青 也一一頒發授證給新任團隊 期許眾人齊心協力 持續推廣花蓮的讀金教育 而最後也在會員的祝福當中圓滿成功 記者 石立琴 華臨時報道